郭文貴 Dharma 郭文貴先生 三波九月正志政當中 我想也許各界關心的是 政治人物的勝敗浮沉 不過身為立委 我們更關心的是台灣的憲政體制 會不會盪然無存 那我們也更關心的是 是國會會不會淪為行政權的立法局 不能夠反映人民的意志啊 這整波九月政爭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 問題的本質就在於 馬英九要走向行政獨裁 要成為一位獨裁大總統 一手干預司法 一手要以行政權來介入立法權 不僅造成司法危機 跟造成台灣的這個憲政的危機啊 我要提醒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就像大家知道的 難道不是為了讓服貿協議 讓後續的貨貿協議 讓和平協議 等兩岸議程不受制於國會嗎 這整個問題的本質才是我們憂心之所在 那麼這幾天我們看到說王金平雖然保住了 立法院院長的職務 但是我要問誰能夠確保 司法不會繼續淪為政治打壓異己的工具 誰能夠確保國會不會被馬役凌駕 誰能夠確保 不是單憑總統一人意志 就可以未來對兩岸的鋪排 來拍板做主 這才是整個危機的本質我們要如何來解開喔 那最終的目的是要為人民來制衡這個獨裁的大總統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整個憂心的這個核心喔 那首先我必須說 面對總統把他的手伸進立法院 國會自己要加油啦 國會自己要捍衛自己的國會自主的原則 我們黨團會議待會才要召開 事實上我焦慮了很多天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只能談個人意見 我們還沒有辦法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黨團的整體的決策是什麼 我也感覺到 相當的憂心跟焦慮我希望 我們的黨加油我希望國會要加油 面對總統擴權國會要維護尊嚴啦 我們要抵制總統的行政獨裁 那麼首先喔 我必須 在這邊主張 不論接下來國會維護自主原則 維護憲政秩序 我們不論是要罷免要彈劾 或者要倒閣喔 國會一開議我們應該立即展開調查 調查是一定要做的喔 這盧森堡總理陷入監聽都要下台負責為什麼 這個總統跟檢查總長涉及 濫權監聽不用負責呢 所以我在這邊具體建議 我待會也會提案 國會開議後應該立即針對 總統利用檢查總長及特徵組 濫權監聽 所得 發動政黨 內鬥 逼迫 國會議長去職 侵害 立法權 一案 成立九月政爭調查委員會 就簡稱九調會 就是要調查馬英九總統 調查黃世民總長 調查總統府發言人 調查行政院院長等 是否涉及濫權監聽 侵害立法權 這個是 我們的大法官四字 585號 裡面所揭示的 這個國會是有一定 程度的 調查的這個權利的 那這個四字號裡面特別指出來說 立法院為了有效行止立委的職權 他享有一定的調查權 而這調查權不以 調閱文件為限 經過院會同意 我們是可以要求相關人來陳述政言的 所以我要具體提案成立九月政爭調查委員會 簡稱九調會 那麼這是基礎的你該做的給國人一個真相 總統及司法機關濫權監聽 這是一個世界進的醜聞 那麼其次 面對 憲政危機 我們也希望國會 能夠不分藍綠的立委 我們都能夠行動一致的捍衛國會自主的原則 來跟總統發起憲政對決 我們可以窮盡所有憲政可能的途徑 來維護憲政秩序 目的是為了制衡 獨裁大總統 那當然這幾天 我們看到 民進黨 的人士 以及我們的主席等等 都提出了 可能有釋憲 有 彈劾 有罷免 有倒閣 等等的途徑 可以 向總統 就責 或者來 解開這個憲政危機 那麼我跟大家稍微分析我個人的意見 彈劾跟罷免 尤其彈劾 是為了向總統 就責 我們要表達說 總統不要以為 這個政爭 就這樣子 落幕了 這個總統 破壞憲政 體制 破壞權力分立原則的罪行已經犯下了 必須要究責 彈劾可以抵制總統的獨裁 可以迫使總統去職 如果成功的話 罷免最終 由國會提案交由人民 來決定 也可以使總統去職 當然這兩個途徑 現在都有人倡議 我們也都可以去思考 但是我今天要再指出另外一個 途徑 我也呼籲 民進黨跟公民社會一起思考 那麼就是倒閣的這個途徑 倒閣 或許會讓很多立委 他的職務 必須要提早結束 但是我呼籲所有的立委 置立委的位置於度外 我們認真來思考 推動倒閣 他的門檻比較低 最重要的是說如果倒閣可以成功的話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那麼就讓 兩岸服務貿易協定 讓核四 讓未來的兩岸的協議等等 隨同國會 重新改選 交付人民做最後的仲裁 讓人民重組新的國會 我們可以在新的國會的選舉當中呢 讓這些重大政策 讓人民來選你是要選贊成的立委 還是你是要選反對的立委 選出一個新的國會 來反映 人民對這些重大政策的 他的一個意向 由新國會來捍衛 國會自主跟憲政秩序 來反映人民真實的意志 遵循人民的意志 來找出憲政危機的一個出路 我認為這也是一條可以讓政黨跟不同議題導向的各式公民運動 能夠匯留的一個途徑 那所以我想以上途徑都可以思考 但是我很誠懷的呼籲 是不是 我們能夠有政黨跟公民團體在這個 憲政 危機的存亡之秋 更關鍵的是 台灣的未來不能由馬英九總統一人決定的時候 能夠 來所有的力量共同合作 一步一步的 那麼推動倒閣 結散國會 重組新國會 讓這些重大議題由人民來決定 對總統的舊責 國會也應該在 適當的時機 來提出來 全面的抵制獨裁大總統 所以我想我們也不能說王院長保住了院長的職位 我們就寄希望於王金平院長一人 我們接下來我們也會 嚴格的來看王院長是不是真的秉持 國會議長中立化 兩岸協議能不能在國會 以民主化的程序來處理 我們都會來持續的呼籲 王金平院長 我想以上是我個人意見 在這邊也希望 我們能夠社會共同 來面對這個憲政危機 謝謝 謝謝